台中一中学生陈伯荣因为亲人癌事 进而投入到胰脏癌细胞研究 而另外因为气候变迁造成了海水豆冠 只误面临到盐水威胁 也促使学生陈永安兴起了研究动机 而如今这两人参加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 都获得了一等奖的肯定 而他们也将代表台湾来出国比赛 相当的不简单 骄傲秀出奖牌 台中一中学生陈伯荣和陈永安 今年参加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举办的 台湾国际科学博览会 分别获得医学和健康科学类 植物类一等奖 而陈伯荣的研究动机 其实是亲人的离开 最后去检验才发现 已经是胰脏癌的母亲 那这个其实是胰脏癌患者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之一 就是他到后期的时候 全身会突然变得很黄 对那所以我们就想要 透过早期的在医疗院所的筛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针对胰脏癌的这方面 作于筛检的话 或许就可以降低 这样子育后效果极差的这种IB 另外近年来 因为气候变迁造成海水倒灌 导致农作物受损 中一中二年级的陈永安 以阿拉伯界为研究对象 了解植物在严逆境时展现的防御机制 改善人类面对气候变迁时的困境 就是因为近年来像是海水倒灌 或者是一些干旱的问题 然后所以植物现在会面对高严逆境 然后主要是在研究 还有植物个体间防御讯息沟通的机制 就是看他们如何在严逆境下 有效进行种族的生存 我们永安同学 他是我们本校生物科的 朱秋心老师指导 也是我们中央研究院的 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这个陈玉兰研究员 协助指导来克服种种的困难 才完成了这个作品 所以两位得奖都是非常难能可贵 陈永安指出 研究植物必须掌握好时间 否则植物体容易因为毁损 而无法继续研究 这两位学生即将在3月出国参加科展 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为国争光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到